民航局日前公布国内七家国籍航空 今年前三季的营运状况 七家航空公司当中有四家亏损 其中亏损最多的就是新宇航空 前三季亏了大约是42.2亿元 从开航到现在 累计亏损已经超过了100亿元 另外台湾虎航 华信航空还有德安航空 财报呈现今年前三季营运 也都是亏损的状况 民航局强调将会提醒业者办理增资 至于何时才能够转亏为盈呢 有财经专家就分析了 得看业者能否趁着边境解封 妥善布局热门航店 新宇航空三架客机直线并排同飞 完整机队展现磅礴气势 迎接10月底才刚购入的 首架A35连广体客机 新宇董坐张国伟更亲自上阵 从法国驾机返台 但参开今年前三季营运状况的财报 新宇航空亏损金额不小 根据民航局公布的资料统计 新宇今年前三季的累计亏损 达到42.2亿余元 开航至今已经亏了超过百亿元 甚至占资本额的六成左右 对此业者强调亏损的关键 主要是来自于过去三年的投资准备 无奈2020年当时一开航 就碰上新外疫情 幸于总算等到边境解封 也另拼增搬拓点 要尽快转亏为盈 再看看其他航空营运状况 七家国际航空当中 就有高达四家 今年前三季营运都亏损 像是台湾虎航累计亏损24.6亿元 而国内航线为主的华信航空 也亏损6亿元 专营离岛航线的德安航空 亏了1800多万元 对此民航局表示 要是航空公司财务状况不佳 都会提醒业者注意并办理增资 全世界都几乎有解封 票价也上涨 是转亏比非常好的机会 那至于说能不能够掌握这个时机 那我们还是要看热门的航线 它是不是有妥善的布局 边境解封航空客运环步复苏 就看各家市场布局 能否成功摆脱亏损 恢复疫情前的荣景 这里是陈建国台北报导